像现在这样子的天气比较冷 然后又比较干 然后我们的湿度如果不够的话 肌肤的保湿度不够的话 就很容易会有氧啊 穴啊 然后或者是容易掉发 所以如果说像是一般正常你 就是正常干性的人的话 其实我们推荐的是香水瓶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罐 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我接触古宝的第一个拔品 就那时候就是我还一直想说 因为我也是之前很会掉头发 所以我对于洗头发跟选拔品这件事情 就是还蛮在意的 所以当时他们拿这罐给我的时候 我邮寄我当时有多么的傲慢 我就说可以吗 好愿意吗 我感到感激的 还蛮讨人厌的耶 我感觉 就我洗了之后马上最有感的就是 当天洗发的头发掉很少 哦 因为你不觉得长头发 其实女生最怕的就是 你洗完头之后 然后你的那个排水孔很多头发 这就崩溃了 啊你洗完澡之后 你在擦干 吹头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又会掉很多头发 对 超崩溃 所以那个时候我洗了这个 第一次我就超级有感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中性 然后偏油的头皮 对 比较容易敏感的 然后我没有到会很很出油 但是就是基本上我其实在这种季节 我都是算比较敏感 然后我用这一瓶就会很有帮助 所以这一个呢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其实蛮好闻的 它的那个柠檬香是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那个香气 然后你洗完你残留在法师 因为我觉得我找洗发精 其实我也是蛮 蛮挑的 我蛮挑的 因为我很care 我很care头皮的松度 然后但是我又非常在意要有舒服的香味 那往往我用到洗发精 要不然就是头皮筋节力很强 可是它的味道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味道 对或者是它的味道其实是不是很舒压的精油味 我也不行 这个超舒压的耶